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又是我许珊一个人回来和大家聊聊天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今次回来说这件事挺有趣 刚刚上网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团团里面那段影片 话说有一个年轻港妈抱着一个B女 而另一个女女穿着黑色衣服就坐在她旁边 发生了一段在小小的巴士车厢里的一个麻箭 挺有趣的 看到这位妈妈她的样子似乎相当年轻 再数一数她旁边穿着黑色衣服的女女 有三四岁这么紧紧 扣一扣 我估计18岁左右就已经生了小朋友也不顶 又或者这个妈妈保养得好很青春也不顶 不过如果数下那个年纪 可能家里小时候还习惯了 虽然做了两个小朋友的妈妈 仍然不失她的公主病那种霸气 这段影片就相当过瘾了 其实有前转的 前转的事主就没有放出来 当然这些通常都是骂到面红意义的时候 大家觉得有多过瘾 不如拍下来吧 就话说 有位目击者就看到这件事 这一格应该是港铁那些 类似接驳巴士 这些轻铁那些方便大家转成 那叫做K54 他说自己上车的时候 车上乘客都算是满满的 他说这个港妈穿着灰色衫画面 他抱着他的小女儿就坐在车厂右边的关外座 而他的大女儿就没有位置 负责站在右边看着BB车 可能就放在一边 说事前那时快 但是巴士就由和田村走到兆康的时候 可能那些人要在兆康转港铁都不行 因此都相当多的乘客下车 大女儿就看到有吉尾出来了 坐在左边的关外座 这个港妈看到女儿身边有空位 通常都会跟女儿一起坐 怎料有个阿婆可能真的看到关外座 不知头不知脑 就一个屁股就跌了下去 接着港妈就开始发怒骚 就是这样在那里劲串的阿婆 串到差不多的时候 阿婆就说 你们是不是要一起坐 那港妈回答一句 是呀 那就OK 她不是 她就疯狂的妈差这个阿婆 即是连阿婆都不会的 叫关外一下 可能觉得你要关外座 我也要关外座 我抱着一个小孩 有没有看的 关我做的公仔 都会说的 我和你平等的阿婆 即是她大致上的心态 她就说 刚才不是大大声 跟我女儿说了 一会儿坐过去 那阿婆 不知道是不是巴士吵 还是什么 就说听不到 那即时就发出一声 惊天动地一鬼神的粗口 那么X大声 你都听不到 哇 那还有呢 空过我 就说 阿婆 你出屯门 小心点 哇 喂 老实说 你都是两个小孩的妈妈 还有 坐坐你的位置 要不要那么兇 哈哈哈哈 你都可以拆卖了 你公主病就回家 你不要在这里 我怎么知道公主病 我还在后病 你太后病了 你怎么这么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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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要见识一下 是啊 见识时温嘛 醒大枝蛙 明白的 你看到这一段片 后来 她抱着她的小女 大女就坐在旁边 因此 就不断 向其他人挑剔 她不断做出这些 很困难 很困难 或者可能反白眼 可能好像很鄙视你 这样的神态 跟另一个 中年阿禅 就在这里说 有点小小声 说她公主病 那些 差不多 跟着这个 港妈 就还拖了 你家人就你 你也可以野蛮 女城下 侧她 你公主病 回家 不要发烂 跟着这个 港妈 真是得世不饶人 我怎么知道公主病 我皇后病 你呢 太后病 跟着那些 女城下 也有说她 是烂炸 又怎么怎么 没见过 那么兇死的人 真是 这个妈妈 都挺困难的 呵呵 要见识一下 就说 见识到了 野蛮到 你 这个港妈 再继续还拖 对呀 见识少 正弟志 明白的 我这些港女 港妈 你没见过 跟着都有人 勸她们 一人少举 少举 都挺好 好过叫她 动她 好过说这些说话 因此 最后有妈 也叫小的B女 叫她坐好 都流露了少少的无碍 贴这个贴的人 又用匿名 来贴这个贴 他说 这个港妈 这么凶 而我又住在屯门 真的要小心点 可能这位匿名 出贴的人 可能被她 改句 空 即是跟阿婆说 你出屯门 小心点 以前 不知道是否在屯门 读书 讨厌 可能有没有什么 大佬 或者叫阿哥 契哥 那些照着 还是什么 现在屯门 还流行这些 这些 这些东西 小过读书 才有这些 人 我看到 网民大致上的 反应 都觉得 那个港妈 就相当之离谱 还说她 教坏小孩 就是新教 那里 就叫做得不好 有些人都挺有趣的 因为在网络上 一开始只有她的截图 就没有她的样子 真正 看到整段片 她的嘴脸 究竟是怎样的 殊不知 那些人就说 哇 看到她的样子 不用开声 都觉得是黑人憎 有些人就说 大女儿就很无助 可能就说 两个女儿 可能会有样学样 有些甚至乎说得 相当之夸张 屯门街坊 真的不幸 那婆婆 都是不小心 坐错了个位 就不用骂到人 飞起那只 即是弹起身 那你跟别人很想可以说 或者你走过去 被婆婆看到 她是母亲 我想她应该都会 给你坐 又不会有人给你 不用那么夸张 那我看到 网络上 大致上 都是攻击那个母亲 不是攻击 可以说叫做 教训这个母亲 这个母亲不是这么行 这份人 怎么搞错 那样 但我觉得 反而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她的老公 有没有老公呢 一件事先 否则她已经是单亲妈妈 都不顶 假如 如果她有老公的话 她回到家 平时她老公 都挺难顶 顶着一个这样的东西 动下就发烂烈 公主病 又是什么太后病 又是什么 又是什么 那样的 这么恶的 只是坐坐坐坐你的位置 然后被你用粗口罵 那她老公还可以 我就在想 老公一定是很临线 或者是临自治才可以 否则一定是火星撞地球 我们经常都说 一个粒就是一个凸 不能两个都叫硬斑斑 如果这样的话 没得好说 一定是无一安宁 一定受不了 互相脱抽也像 因此我想 这个老公 究竟前世欠了什么 又或者希望老公 就不要放生 这个港妈 你说是不是单亲 这个不知道 如果是单亲 那就更可怜 哪个可怜 不是这个港妈可怜 是这个港妈本身的父母可怜 你想想 如果那些小女孩 早了结婚 生了小孩 没有好好读书 对不住说一句 很多人都可能要 照顾小孩来 周身没有空 你说叫他再读书 那不可能 可能要找一份工 就照顾小孩 要养回都要 如是这 就交给阿婆阿公 帮忙照顾 不然怎么样 所以见到他带着两个 出街的话 又不是什么 阿公阿婆 如果看那个时间 可能港妈就有时间 似乎家庭主婦的感觉 都不顶 会不会是出屯门市中心 买一下东西 还是怎么样 你出去买东西 逛逛逛逛逛逛 都算可以的 带着两个 我都明白你是辛苦 但是你没理由 这么怒吵 好像吃了一瓶辣椒油 在那里吵吵 不可以这样的 说到底 老公就真的不要放生他 就算有被放生 他会不会再去认识其他男孩 希望大家敬请小心 当然单亲的妈妈 都有权利去选择 再去认识男朋友 结婚 看到最近有一宗也是 说港妈 又是要把小孩 交给自己的父母 是一个 就不像这个 两个 这个未必是单亲 要说清楚 他在工作的时候 就认识了一个男同事 接着男同事 都知道他 情况是这样 有这样 那样 他又不是说 完全没有老公 只不过是没有结婚 但又觉得那个 就不知是否老公 当他单亲 就是这样 如是者 又很想 跟这个新的男朋友 成为一对 那行不行呢 不过 都要敬请小心 小孩 真的无辜 不过 现在的年龄 好像这个年纪 那些 你说这样 执着妻子 在骂 或者在巴士里 在吵 或者这些 港女感觉的港妈 这些案子 真的很少见到 不过也是 你这样 新教给小孩 看到 他们是很难以理解的 尤其是大一点 那个女儿 在这个儿童心理来说 他们对于 妈妈的定义 是会觉得 他是关怀自己 爱心 甚至乎 是自己的学习榜样 等等 当然 妈妈对他好的话就是 如果妈妈对他不好 那就另作别论 这个就是给大家 一个社会的一贯概念 所以小朋友 看一些电影 或者看一些卡通 或者怎么样 他渐渐就会 建立了一种 对妈妈这个角色 那种的信任 和那种的价值观 大致上是怎么样的 如果他见到他妈妈 做一些事情 是跟他议定的价值观不符 的话 他的样子就会很疑惑 也都好像今次这件事 我们看到黑色衣服的妹妹 她是有少少 不太明白 为什么妈妈 是会这样做 妈妈这样做的话 究竟他是对不对 如果他觉得妈妈做的事 是正确的话 他有机会就会学了这样 觉得这样 就叫做保护自己 还是怎样的 所以真的 教小孩的东西 有时候你要饱饱的话 麻烦你 都不在小孩面前 饱饱出来 好了 我们今次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